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位孤寡老人独自乘坐豪华帆船 遇上暴风雨帆船求生的美国冒险片《一切尽失》 距离苏门达拉海岸线1700海里77岁的老人罗伯特 被船舱里哗哗的流水声吵醒 出来一看原来是被一个集装箱撞破了帆船 他赶紧想办法移开了集装箱 帆船被集装箱撞出了个大洞 他使用了很多办法来修补破洞 床已经不能再睡了 他就自己绑了个吊床凑合着睡 睡醒之后就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依旧是喝酒做饭 他还把卫星电话给修理了 又拿出了无线电 捣鼓了半天也没啥反应 回到了船舱就喝了口闷酒 接着又是吃饭看书睡觉 因为在大海上他害怕被雷电击中 爬上了高耸的桅杆修好了避雷针 这时他看到了远处乌云密布 马上要下暴雨了 他赶紧来到了船舱里 把能收拾的水源食物救生设备收拾好 然后穿上了雨衣来到甲板上 想要放下风帆 但不巧的是刚要放下风帆的他 被强大的海浪卷走了 思理逃生的他回到了船舱里 这时帆船突然翻转了过来 只好想办法把船体翻转了回来 再次回到船舱 船体一阵颠簸他被撞晕了 等他醒来以后发现船舱已经全是海水 他赶紧把疲乏扔进海里 弃船逃生 在疲乏上度过了一晚 醒来后他回到了船上 拿了一些水和食物 还有一些救生用品回到疲乏 眼睁睁的看着小船沉没在大海 他就在疲乏上随波逐流 好运没有眷顾他 暴风雨又一次来袭 他只好在疲乏上与暴风雨抗衡 早上他发现装淡水的瓶子 已经灌进去海水不能喝了 他对着天空呐喊 发泄自己的情绪 这时远处传来了霍伦的轰鸣声 在霍伦靠近的时候 他大声呼喊 但是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霍伦在眼前渐渐离去 他带的食物也渐渐耗尽了 只好使用鱼钩钓一些小鱼来吃 小鱼刚上钩就被海里的鲨鱼给抢了过去 留给他的只剩下鱼骨头 到了晚上又有一艘霍伦驶锅 他向天空发射了两门信号弹 但霍伦还是没有发现他 又过了一天 罗伯特心如死灰 装进了瓶子里扔向大海 不知道睡了多久 他发现远处有一处亮光 他就把一些纸张什么的给烧了 但是一不小心把皮筏也给引燃 他只好跳海求生 他就慢慢的沉入了海底 一艘小船驶了过来 他那顽强的求生欲望 让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向小船游去 终于被获救了 影片中老人凭借着顽强的意志 与大海做着斗争 希望一次又一次的破灭 老人没有落泪没有放弃 他坚信自己可以活下去 这何尝不是我们的人生呢 人生起起伏伏 而我们就像是这位老人一样 在人生路途上 跌跌撞撞的前行 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们 可以告诉小编 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